Hello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电缀机0820期 电力股迎来机会 港股怎么看呢 我是主角老师 莱舍 好了 我们今期仍在方位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周五的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分是恒指方面分析 恒指延柱上下横行价格 那即将落落的趋势会如何呢 下周又怎样看呢 今期的位置会和我们分析一下 好吧 第三个部分仍然是个股分析 不过今期会加一个内容 和大家分析一下板块 即是点列板块技术层面的分析 也和我们主体有关 另外个股方面 会和大家分别去分析 中点控股 华轮点力 华能光学制电力 和电能12这几个个股 好吧 好了 在进入课堂之前 还提醒各位同学 无论你现在坐在电脑旁 再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 我最新教学的各位同学 你记得Youtube这个channel 按订阅 订阅之后 再按黑色的小铃 才能够时刻收到 我最新教学 好吧 同时 你对于Youtube教学当中 涉及到的特色指标 比如说 买卖指标 红绿飘带 尤其是对我的手机版软件 非常感兴趣的各位同学 你可以在Youtube的首页 电脑版首页 上方这里 找到这个粉丝专业 有点击 就可以找到Youtube的联系方式 好吧 再来我们正题 好了 正题 昨天 即星期五 8月19号 乃特sir 早上8点20分 将港股行情提示 预期公布给大家 通过提示大家看到 右手边这个图 这几期乃特sir就用 通达讯的软件 和大家 和这个组盘提示 因为通达讯的软件 可以看到 资金贝利 OK 通过提示大家看到 其实目前来过 盘子整体是属于资金流出 我们知道 股市当中 升跌本质有背后的 一个意思 资金有流日 股票是升 资金有流出 股票跌得比较多 当日目前我们知道 指数方面 目前是以泰坦为主 因为绿色漂带 我们更加知道 绿色漂带对比泰坦 趋势是弱 趋势向下 红色漂带看好 另外这个漂带 大家知道 除了漂带的强弱 去对表 而且还有绿转红 之后是买日 在上段时间跟大家写 红转绿 估出 每当它是绿色漂带收音足 即将来回落减抽机会比较多 红色漂带收音足 反弹机会比较多 当然 反弹的情况 最好这个 羊竹的这个实体 是浅日这个红色漂带会更加好 好像这里是下线才浅日 虽然说都是买日的信号 不过 反弹力度 不大 从技术层面分析 当然 红绿漂带还有一个功能 好像乖尼律 每当大家看到 远离漂带的话 始终 都会回归红绿漂带 OK 好吧 当然 当然 大家放大给大家看 这个漂带 红色 黄色 在下面 白色线在上面 绿色漂带 白色线在下面 黄色线在上面 它都构成了 完成 压力和支持 所以每一次 以漂带 作为大家的一个攻防 和大家说 好吧 所以大家去参考 当然 如果有装了 红绿漂带 白色指标的图画同学 刚才和大家说了 大家去看自己的漂带 OK 整体来说 我们知道 观察到恒指 然后是老师漂带 下延 没有突破 之前我和大家说 除非突破了修阳 再是老师漂带 才有转世的意思 当然好像这个位置已经突破了 不过后面又回落了 又变弱 所以看淡机会 向下机会还是比较大 留意前低位的支持 只是19178 所以之前这个突破了 整体来说 前低位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持 这是指数方面的一个提示 过股的话 目前看到 乃属还和大家说 当日断线操作 持续观察 等待观察 OK 这个就和大家提示 因为现在整体大家知道 是太淡 基本上大多数股票跌得比较多 除非你找到相对比较强势 当然 今期乃属就找到相关的 比如和主题有关点力 为什么店链股 会比较好呢 它持续继续 就和大家分析 好吧 现在就和大家说完收盘点评 直到下来我先看 指数方面 指数方面 开盘在 1万9656点 整体 趋势 充高回落 然后 尾盘大约3-4点 拉升了 整体来说 收市 是1万9773点 相对上个交易 1万9763点 整体才升了9点 乃属和大家说 向下机会 比较多机会OK 这个情况 升了9点 现在反反复复在2万点之下 而且 跌得多 升得少 就像之前乃属和大家说 8月 太淡机会比较多 短线操作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回之前的教学呢 是不是 现在吹势上半月 是不是离开了呢 OK 所以如果教学当中 要经常去跟踪 持续 好吧 好了 即将下来的恒指方面 会怎么分析 我们进行 第二个环节 恒指分析 即是跟我们今期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今期内容有些 交叉比较多 不过 它的逻辑 是非常有逻辑性的 大家要认真听 首先 过去一周 我还是跟大家去复杂 投资理念 OK 先指数后果股 为什么呢 因为港股 每个股市都不一样 A股 我们知道 后提行业板块 行业板块 港股 我们就提指数 为什么呢 一指数 大多数股票都涨 指数跌 80%股票都涨 美股呢 美股 很多时候我们就看科技股价值投资 美股的一个金融 就是 它的系统比较完整 所以我们要去分析 不过整体来说 先指数后果股 乃杀的教学当中 源于道士理论第四条 指数与指数之间 相互影响 我们知道 港股 其实是受于 A股 美股和美股的影响 A股美股 一来个对表中国 和美国 全球两大国家 其实它的一个移动 就会影响到全球的一个范围 所以说中国美国 它的走势 很多时候我们要关注 外部还整境 即是国际形势 从大范围 我们知道大范围 会弱 是不是 我们知道 美股 A股的走势 美股 A股走势 两个都不好 那港股肯定不好了 港股不好吧 是否百分之 百分之股票都在跌 或者板块行业 是不是 所以我们知道大环件 有点分析 OK 那之前 从3月19号 黎sir的教学当中 就和大家讲到 其实之前三四月 为什么 股市大跌 的港股 是因为 疫情和战争 疫情战争 导致通货 膨胀 工业争断 是不是 这种情况 经济 是大舍 千里 OK 那现在目前 来看两个大环境来说 疫情 并没有转好 现在来说 除了6月 6月关系 有政策支持 战争 都没有 什么 阶段性的 一个 谈判 所以 未 僵持当中 疫情 我们知道 香港 我们现在目前 有升到 五千多万例 其实 有少少升幅 整体还是偏不好的 战争 僵持 没有转后 那边 都是横摆 或者下跌 另外 中外博弈 今次 我们知道 星期一 我记得星期一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过来 我们广东 深圳 即 现在上班的地方 在这里 就视频 召开了6个 大省的 经济会议 这个6个大省 是沿海的 比如说 广东 江苏 浙江 然后 山东 和中部 河南省 西部 四川 这几个省份 为什么要开经济会议呢 其实 李sir一直观察 政策政治 这些东西 很少见到 总理 招开这些 相关的经济会议 从这个层次来说 说明 经济不好 总理 才会过来 在深圳这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改革开放的一个发源地 和大家去会 因为深圳特别的地方 经济特区 又靠近我们香港 对不对 所以从整体来说 疫情 不好 对不对 战争没有 好点僵持 赶美横摆 或者向下机会比较多 因为没有转好 中美博弈当中 我们知道 现在目前中国 内部 经济下限 当然这条消息 为什么呢 其实 整体我们知道是不好的 不过 我们可以从 几个消息层面 去看 不过为什么 我们知道 目前来说 对于我们 现在 电力 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 和大家 看一条新闻 这个 8月19日 这条消息 其实最近 才有说的 现在目前来说 大家有关注 电力 其实现在升得很厉害 对不对 为什么升得很厉害 究竟有短期 和中长期 大家有很多关注 其实电力方面 乃sir已经观察了一个星期 为什么之前没有 跟大家一直说 因为乃sir也是观察当中 不过这段消息 大概星期四 不才有说这条 长江流域 60年来的 最严重的 一个干汗 这些两大户 其实目前来说 已经缩了 四分之三 OK 其实遍布的六个省份 四川 重庆 湖北 湖南 江山 这个和刚才说的经济大省 不一样 这是内地受热 汗醉的影响 造成的 这个情况 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OK 我们知道 目前来说 我们中国 是不是 中国发电 是由煤炭 是不是 煤炭 为主 火力发电 煤炭 火力发电 OK 当然现在 目前中国 要实行 碳中和 就是碳排放 碳中和 到时候要到 20500 是要清零 就是 碳排放 能够被 资源 所吸收 2030 就是 碳排放 最高 就是 碳排放量 最高 如果我们一直 在雨煤炭 去烧发电的话 是不是 就做 达不成 碳中和 对不对 所以现在 近十年 中国 不断发展 风力 水力 还有太阳能 对不对 OK 还有 加上现在的汽车 要烧燃油 为什么现在 用电车 6月份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电车 都是生能源 一个 改革的 一个环节 当然目前来说 为什么 热情影响 因为来说 目前 我们除了 如果正常 除了火力 风力水力 一直是供着我们的 发展 对不对 电力发展 如果一旦有一个环节 对不对 就是 缺陷的话 是不是会造成电力的 供缺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个情况 我们知道 内地很多时候 还是 南水北调 西电东书 现在我们 一来说 内地很多用水电 用水来发电 所以现在 这些两大湖 这些 相关长江流 造成了汗灾 所以来说 就造成了电力股的机会 所以整体来说 是因为 长江流 附近内地省份 持续高温 导致汗灾 使 让很多 多地 多地的省份 限电 拉窄 这一排之前都有 好像四川的富士康 填电数 你知道填电数 会造成多大经济 包括很多其他大厂 对不对 对不对 这种情况 远向的范围非常之大 六大省份 就是中部的 OK 这种是天灾 对不对 第二个 俄罗斯 经常 遮断气 就是断北溪一鹤 就是我们知道 俄罗斯战争 现在导致 俄罗斯要断攻欧洲的一个 断攻欧洲的天然 对不对 所以我之前和大家说 全球化 对不对 一地的一个电力 影响 其实会影响全球 现在除了 欧美 尤其是欧洲国家 电力感决 现在中国内地 电力都受影响 电力受影响 是不是会影响 经济下 因为 工厂制造业 是不是需要电力 人民的生活各方面 上班是不是也需要电力 再加上我们香港 我们香港是不是都是我们广东 书水书店都是由广东出来的 是不是 所以影响 就非常之大 不单是内地经济 香港经济 尤其是电力股 都会影响 所以这两条星星 我们知道 整体来说就是 现在 疫情 未转好 工业链链 最加上内地的 汗醉 这个 天醉 这个就入围 造成了全球电力 又更加劇利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欧洲的电力 其实是内地的电力的10倍 价钱 OK 所以整体经济的限量压力非常之大 所以这个导致我们总理 就会来深圳 经济六大省需要挑起 支撑国家经济的一个 担当与责任 从这个 这个消息出来 根据李sir 因为这个消息 内地是很少提及的 加上中央的CCTV 都很少提及 不过这个凭李sir十年观测 十几年观测 政治政策的一个 原因 李sir判断 电力股这方面 至少会延迟到9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 现在内地很多 就是寒灾 对不对 很多电力 是需要水去发电的 对不对 就算到了9月份 对不对 9月来说 天气降温 这个情况 都会慢慢回复 最加上8月9月 其实南方方面 还是用电的最高峰 很高峰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 电力会持续的一个飙升 最加上 现在的 这些相关的经济 都需要 政策去推动 这个 都有时间的一个制后性 所以整体 李sir的判断 9月 现在是8月底 9月 电力 还是非常之好 从消息层面 我们知道 现在目前来说 推断出两个是怎样 现在经济下限 不过 股票当中 电力股有希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整体 从外部环境的消息 好吧 当然如果从技术面分析 我们现在才看到 现在整体 我们知道 外围是下行的 不过现在 杜瓊斯指数 或者上升指数 会如何呢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 好吧 杜瓊斯指数 我之前是不是 上一期 包括周六 上个礼拜 我跟大家说 现在 杜瓊斯指数 可能会高位 回落 回跳 这个不是会出货 回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遇到 现在超买 对不对 这个遇到高位 高位当中 我们要看周线图 周线图现在连续 两三周 已经 是高位 不过现在出现 估出信号 说明短期限定会回落 不过它之前强势 突破了 飘带 所以即将会回落的话 这些 是一个重要的支持 所以如果它要跌 不会跌那么多 对不对 而且两个一线 现在一线图 红色飘带是比较大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我之前跟大家说到 如果列口和红色飘带重跌 相关几个指标重跌的话 说明不是压力大 就是支持大 所以最多即将下来回落 如果在这个红色飘带 收羊竹的话 那又是反弹 果明即将下来 虽然会回落 不过到瓶斯指数 还是比较强 所以它造成什么原因呢 造成我们的 恒指 是不是要高虚 机会比较多 对不对 那我再来看看 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我已经和大家说 红色飘带已经出现了之后 对不对 出现了 那这个呢 我们要等它 收羊竹 不过目前来说 经济下行 是一个不好的 因为股市是我们经济的指标 对不对 经济的方向标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 其实虽然说 这里处于红色飘带 看好 不过 乃属配料好了 这个飘带 不要说 变阔 而且 现在目前 是资金 是流出的 好吧 这个和大家说 所以来说 其实股市反映的 一个经济的 一个方向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 知道 目前来说 可能 很大可能性 就是说 之中下来恒指 还会高虚 比较多 低走的趋势 都可能会比较明天 OK 好吧 即是美类一周 起码来说 那我们知道 杜瓊斯之道 和上证时代 我们还要分析 我们的 行资方面 我们知道 比较多 都是不好的 比较多 对不对 那行资 我们以量价时空 时间 是一切的根本 就像天时地利 云人祸 对不对 那时间到了 空间到了 不是打破了 你就跌穿支持 好吧 那这个 时间方面 其实就涉及到 我们投资理念仪 从战略到战略 以前齐天大战 虽然说了 歌仔都能唱 摊得高时 喊得远 对不对 很多时候同学 就去看日线 比较多 去买卖股票 其实我们 至少都要研究 周线 因为周线 是研究股市的基本单位 然后 看投资机会 当然如果我们看 连线做月线 对于我们做价值投资 或者中场 其实同学 更加好 为什么周线 能够把握 投资机会 因为它的规律 比较把握 就比如说 我们用 菲波纳卡索利 看时间 对不对 我们就看到 这个时间区 是不是有面前 对不对 而且整体 如果从空间角度 我们从来看到 现在目前上页还摆 这个从6月份 大家看到 为什么 是非常之好 因为6月有政策支持 技术层面 都是向上 当然菲波纳卡索利 有个不得的话 就是我们最好 找到最近的时间 如果越前的话 它这个时间到 后面偏差越大 OK 这个就是菲波纳卡索利的用法 好吧 那我们整体知道 现在还是调整当中 起码计算时间 都是10月 可能才会有 比较明显的转勢 好吧 那我们再看 光阴距远线 光阴距远线 刚才说了时间 空间 我们就要光阴 去分析 整体来说 除了光阴距远线 我们知道 已经跌穿了 这个周线 级别的工房 2100 整体都是弱势 而且我们知道 资金方面 还有流畜为主 所以说 之前上周 我和大家说 有辩驳 辩驳不代表 现在有资金流入 因为它未转红 这个辩驳的速度 就说明我们 好像下波那样 减速 起码来说 就不会说 太差 可能调整 向下机会比较多 那现在目前来说 上方压力 2.0 680 这个周线级别 还没突破 而且这个J的参数 大家看到没有 有接近0 有可能性 又会进入超跌 说不定 因为这个 红灯一直没亮 那在上判断 整体最多 比较好的环境 就是上下横摆 那不好的话 跌肯定为主 这个从周线方面的分析 那我们知道 我要环境不好 周线又向下 那时间方面的话 我们日线图怎么看呢 日线图是不是 都可以用 菲波那契数理 可以 那其实上周的话 菲波那契数理 我之前一直用这个 6月28号 6月28号刚刚过了 6月16号 就有一个转世时间 这附近 菲波那契数理 并不是 推时间 多进 一整体是向下的 大家看到没有 时间方面 不过 如果要找到 最近短期的 一个交易日 其实 以6月9号 作为企事 目前来说 下一次应该是 55个交易日 对不对 以6月9号 现在距离了 55个交易日 中间限定21日 现在过了16个交易日 说明下个星期五 有一个短期的转世时间 周五 OK 时间方面 除了菲波那契数理 等它周期线也好 但目前 等它周期线 过去这两周 这两个7个交易 并不是很明显 刚才跟大家说了 时间方面 整体是下行 自从从6月9号 6月28号开始 所以我时间方面 可能目前 可能以等它 菲波那契数理 这里为主 之后我们 下周五 下周五 应该大概26号 就是一个短期的 一个转世时间 好吧 时间方面 跟大家分析了 因为来说 其实8月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大家去回顾一下 8月上半月的 操作方法 泰坦为主 跌多升 需要按照 蓝水操作 其实蓝水当时 还跟大家说 可能8月 整体都是不好的 OK 好吧 好 当然 不好当中 我们知道 并不是说 每只股票都没有机会 首先我们看回恒指 它的一线图 我们怎么看 现在我们看到 资金是流出的 资金流出 刚刚跟大家说了 上证指数 资金流出 说明 指数方面向下 为主 可能会跌跌跌跌 不过它可能不会一跌多幅 不会像之前那样 三四八点 五六八点 可能两三八点 应该正常 好吧 而且KDJ这个J的参数 是下行 所以整体是向下 所以如果目前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 第一个 不好 是不是 碰力 是不是 第二个 杜瓊斯指数 短期回落 不过整体 会影响高开 上证指数 吹晒还是向下 可能资金流出 第三个 恒生指数 现在目前来说都是向下 从我们的技术层面为主 虽然我们知道 方向 恒指 恒指方向 下 下周 奶水判断 好一点就调整 不好的 还是震荡趋势向下 不过股票 有没有机会呢 股票有的 就电力股 为什么呢 现在跟大家分析 个股方面 一来说行华行价 还没跌穿 一来说目前来说 现在大家看到 云行价格 和上语边这个 重跌 那边这个额力 是很难突破 那边跌穿的机会 可能会比较多 因为现在资金流出 所以指数方向跟大家分析了 个股方面 为什么呢 个股方面 点力股 我跟大家 会中了这些 点力股 这些点力股 其实是源于 我们富途牛牛 这个点力股板块 这些股票 其实大家 现在来看 点力股 为什么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 政策 都会先行 对不对 OK 现在从我们的 技术层面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红色 飘带 点力板块 是不是那边有机会来 OK 不过有一个不好的 就是怎么说呢 现在目前KDJ 112 就非常之高 短期 可能会回落 不过这里 大家看到没有 有少少列口 那边短期 会回落 少少 然后 再拉升 这个红色飘带 慢慢向上 OK 好吧 这个是不是 点力板块 大家看到 从技术层面分析 是不是有机会来 当然 这些股票 全部都好 并不是 就和大家分析 其实 虽然同一样 同一个板块点力 不过每个股票表现得不一样 现在我和大家分析 点力控股002 我打开富途牛牛 不是 打开通达信 0002 OK 中电控股 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 虽然目前来说 店你估计这个 庄家 不是说 很多 不过 其实 去似庄家 咳囚 至今大家看到没有 一直持续 增加 流日 吹响向上 突破主线 而且这个票带 是不是比较美 行得比较美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中电控股 其实是 比较有机会的 好吧 再看买卖指标 买卖指标 大家看到没有 短期又估出信号 和同样 刚才板块一样 对不对 大家看到没有 如果装作特色指标 同学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相关的摆法都可以看到 对不对 这么高位 软离票带 最终会回落一下 其实 00 中电控股就是这样 OK 短期可能会回调一下 回调 不是 出货 回调 红绿票带 是有机会的 这个是比较好一点的 好了 最看的是华润电力 00836 华润电力 华润电力 其实表现得相对不是好 不过它是跟着我们的板块 大家看到吗 这个票带是不是 其实目前来说它有壮家 其实它力度是比较强一点的 为什么 壮家有日常 你看 红灯是不是很粗呢 吹噬 这里也是一样 OK 一个对表趋势指标 一个资金背离 这个对表当日的流日流出 这个就是 对表 有没有庄家 在这个持仓 这个票带大家看到没有 收窄 是不是容易转 票带 对不对 对不对 红色票带 红色票带是不是向好 回落 如果去 红色票带是不是继续拉升 对不对 好吧 因为华润电力 那我们再看看 它有没有买卖指标 暂时来说 之前这个位置有买卖指标 不过这里暂时 前高位这里 再是我们的防守位 好吧 OK 那我们再看看 另外一只 00902 00902 大家有没有发现 每只股票 虽然都是电力股 每只股票 都表现得 不一样 好像这只 华润国际 电力 比对 华润电力 好一点 因为它装家 会比较强势 已经 持续会到达 50% 看看资金 持续流日 趋势 向上 而且这个票带已经很明显了 对吧 现在这个收羊猪 这么说明 可能作为羊猪一半 回落 因为它现在远离票带 所以目前来说 电力股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这段时间升得很久 不过整体来说 其实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来说我们从分析 电力股的周线来看 周线来看 现在才是一个大羊猪 而且这道J的参数值 才是72 它还未到100 起码来说 从政策影响方面 电力股 迟了一段时间 到9月 对吧 都应该还可以的 从这个技术层面分析 来这个100 还有一段时间 对不对 现在可能会 继续突破 突破 这里才刚刚飙升 所以说它上升空间 还有 好吧 这里是电力方面 其实大多数股票都是这样 这个我们看周线图也是一样的 大家看到没有 资金才刚刚入场 庄家在上升空间 好吧 不过 乃尔尔和大家说 就和大家说 不同股票 是不一样的 好吧 它现在发展的程度 电能实跃 0006 大家看到 0006 电能实跃 大家看到没有 虽然这个股 是电力股 不过它是 多数股票 对比最差的 为什么呢 它是飘带太淡 资金是流出 硬硬 吹势是向下 没有 没有庄家日常 不过整体是 油脂炒作 上下横摆当中 所以电能实跃 是那么多股票 最差 当然这那么多股票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 富途牛牛不同的股票 如果装了特色指标 就看自己的特色指标 包括庄家图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自己去分析 想办法 好吧 目前来说 那么多股票 如果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是表现得不一样 OK 所以说 如何去分析 来说 大家就知道 知识 工具 最佳心态 去分析股票 OK 好吧 这个就是 和大家分析的 好了 股票就说到这里 那下期预告 平时 都是周三 9点到10点 大多数目前 除了特殊情况 都是周六 8点到9点 和大家说 OK 那今期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聚会 拜拜 拜拜